王忠嶺王大哥是吧 这家冷不冷啊 这家 王忠嶺68岁 丧傲 现居住地长春市 退休金5000元 住房面积170平米 你家这是多少瓶的房子啊 170平 大人的买 装啥都不用我管 都整 那你自己一边住的房子 孤单吗 那孤单也没着 这我南边如果死 我就给这家住 那你自己在这家住 对 这家住 卫生间 这边在卫生间 房门嶺 熟这么利索 这边看到 这就是 这都是平时自己看的书呗 对 看一看啥样的书 这啥样的书 这特别传记类的书 就这几本书特别好 这不是皇帝前段 宰宰前段 皇后前段 看见了 这是咱之前的那个 对 宇宙检察院退下来的 对 今年68岁的王大哥 从余树市检察院退休后 就被两个儿子 接到了长春市来居住 王大哥跟红娘说 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 自己这么多年 早已习惯了 严肃刻板的生活方式 所以退休后 除了看书养花 他最大的爱好 就是到处旅游 放松一下自己了 这就上台湾去的 去台湾的时候出去玩的 这是跟我们同学 香港 澳门 这就是泰国的 王大哥说 这是一本对他来说 充满了各种回忆的相册 就在王大哥跟红娘介绍着 这些年他旅游过的地方时 细心的红娘却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这满满一大册子的照片 要么是王大哥自己的自拍照 要么就是和儿子孙女一起游玩的照片 唯独缺少了王大哥老伴的身影 刚相扶他就走了 今天快没八年了 就是他刚退休半年 完了这口外边也有跟嘎小园子 曾小园他咳着一口痰 痰里面有血 他就给我打电话 咱看看这边 一排片 鸡蛋这么大一个阴影 那大夫说的 那都更害怕 说这人真能活四个月 肺癌肺癌 当时我这脑袋就 哎呀嘛就像五雷轰顶似的 嗡 王大哥怎么都没料到 平时身体一向很健康的老伴 怎么就能突然被诊断为肺癌 而且还被医生宣布 只剩四个月的时间 不甘心就这么任命的王大哥 果断放下了手里的全部工作 陪着老伴跟病魔做起了抗争 后来我家属也挺非常要强的 他总抱着一线希望能治好 我没退休那我就不上班了 他有病我就去伺候他 我给他买猪蹄 然后那个大牛尾巴汤 炖上白菜给他拿到总牛医院了 这四年我本来做饭啥就不咋会 这四年就我做饭了 有时候我自个儿他要化完疗 好的时候了 坐屋凉快 我就上整条医院的地下室 我那一坐 就眼泪哗哗就下来 所以说在王大哥的精心照顾下 原本被宣布 还有四个月生命的老伴 最后又多活了整整四年的时间 可是老伴最终还是被无情的病魔带走了 如今老伴走了已经整整六年了 可王大哥还是经常会想起老伴的各种好 我家属那是家里头外边的 那啥都不用我管 我就负责上班 挣回工资钱 他那一冷那咋话咋话 那没他同我俩说嘛 他来事啊 你托手你的 我托手男的 如果有来事 换成是我当男人来娶你 这是王大哥的老伴临走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老伴走后的这六年里 别说身边的人 就连自己的儿子都给王大哥介绍过老伴 可是始终没有一个女人能再走进王大哥的心里 没找也有时候给我介绍 介绍阴差阳错的也都没成 有时候就搞塌横的 咱们呢要找一个吧 这个人我要看有个演员的 我就看演员 性格可以两人相互磨合 这就会土豆和西红柿似的 本来不是一个物种 你把土豆变成薯条 把西红柿变成盘结酱 我们还绝配了 我们下期再见